9月17日晚周杰晒出一组受邀参加金鸡奖颁奖奖典礼的照片 并配文感慨称 有时候人生就是惊鸿一瞥 有时候人生就是一种经过 有时候人生就是一个相遇 那一天我们都老了 你们还好吗 也都老了吗 还会记得曾经的相遇吗 照片中周杰与张铁林 新美娟 严炳燕等一众演员在颁奖现场合影 其中他与黄珠格格黄阿玛扮演者张铁林多年后 灾铜矿引发网友回忆杀 其中周杰与张铁林两人均着白色衬衫 夸阿玛一件黑色风衣 霸气又熟男味道十足 尔康则戴着一副黑矿眼镜 一身鼻挺西装 帅气又斯文 然想当年两人在缓珠格格中就有过铜矿合影 只不过那时的驸马爷不是只能站在皇上身后 就是两人脸对脸 因天而立的铜矿镜头可谓是少之又少 你哪一根筋不对了 你把煮饭给放了 而如今时隔多年 这尔康和黄阿玛同框 两人熟悉的面孔勾起一众剧迷回忆沙哑 此外因为周杰和林心如 因为蛇吻事件隔空对峙 有网友就翻出了 此前张铁林在参加访谈节目时 对缓出三位的评价 金锁的范冰冰小时候可好玩了 那个赵薇那小二百五那可好玩了 对 那个林心如特别乖 说话老小声想气的 演戏跟你说词你根本听不见 你不知道他说什么 你不好意思去训人家 你已经是皇上那样了 你在说他怕他哭 八分堡综合经理